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最近都可以见到拍卖行陆陆续续都浸出新闻 例如有什么有趣的拍品又或者有什么王牌 Bosco 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呢? 当然有,艺术界接下来9月10月有很多很有趣的拍卖举行 例如,拿破仑专属的帽将会在巴黎拍卖 拿破仑是一个非常具争议的人物 即使是法国人对他的评论都非常两极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我在柏林,即德国博物馆 见过拿破仑另一顶帽 对于德国和法国多年的牙齿印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展览 这个我也有留意 是说手顶戴上拿破仑DNA的双角帽 而且好像花车巡游 现在搞香港、巴黎和伦敦的巡回展 记得我看的时候有点像纸 即是一张纸的帽 我看珍绩的时候 即是我在柏林看的时候 除此之外,还包括Benzi 是2018年全球非常成名的艺术作品 Love is in the bin 将以过去成交价高出三倍的股价 即是600万英镑拍卖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去过 苏富比恩想过这件作品呢? 珍绩我没有看过 但我很记得当时拍这件作品的时候 因为有视频 已经全遍整个网络 当时这件作品叫Girl with Bluna 我很记得当时被搅碎机子碎的那一刻 旁边的人的表情是很惊慌的 没错了 艺术界这几年 其实真的有不少很爆的艺术品大眼出 Benzi这件可以说是其中一件 对,另一边箱还有王家卫 王家卫 导演将会火拍苏富比拍卖 一系列电影相关的作品 包括一些影像作品 而其中一个会以NFT形式拍卖 这个我也有留意 苏富比近年可以说是多了很多跨界别的crossover 今期秋白 crossover王家卫可以说是话题性十足 今次关于王家卫的拍品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一件NFT的影像作品 它是出自花样年华这部电影 作品就从生命命为花样年华的一闪 是一条分半钟的片 据说是当时拍摄的一些绝密的剧情 他们就在社交媒体release 大概十秒钟 是梁朝伟和张曼玉的对话 冲着王家卫 其实加上今年NFT的热潮 我想他们今年的预展应该都挺热闹 NFT最近因为不同的活动 在香港切热起来 报道多数都提及NFT其中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解决版权的问题 但就没有深入讲过解决什么版权问题 其实NFT反而有很多版权的问题 第一,曾经有艺术家发现自己作品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摆上NFT的平台拍卖 而且还要成交 而通常只要一经上载和签名 那个签名人就会成为NFT的原创者 最近在不同的新闻媒体 都报道过一宗案件 什么案件呢? 这个案件正正印证了这个风险 有一幅NFT以BENSE的名义拍卖 最终有一位收藏家 以美金336,000成功赢出这场拍卖 但最后被BENSE只是一个假冒作品 即使黑客把款项给收藏家 依然还要向交易平台支付 不可以退款的5,000美元交易费用帮 我们无法保证放任何NFT交易平台的作品 都是原创者自己摆上去的 任何任第一个率先将作品摆上平台 就是这张作品的原创者 即是说我把周星馳的电影 《零零法》摆上网 我就是原创者 我想这是网络世界的方便和不便 当所有东西都可以不露面 匿名的时候已经完成了 要验证你的身份就相当困难了 没错,刚才说一,现在就二了 第二就是如果有法律争议 其实你要知道你将会和谁提出这个诉讼 但是在这个区块链里面 大部分都是无名事 要说上复证法律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况且 法律是依据什么地方的法律 和诉讼地点在哪里 都未有清晰的界定 我在内地和香港都不同 即使好像OpenSea那样 其他不同的拍买平台都有上诉机制 但是你要证明你比其他人更早 创作这个艺术品 都要花很多力气 第三,当NFT出售的时候 原创者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要求 例如紧紧授予 有限的个人非商业使用权和转售权 但如何确保无名事的买家 会依据合约条款处理NFT 除了上面的三点之外 NFT还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NFT依附加密货币的产品 不能直接用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交易 例如美金、日元、港币、英镑等等 必须以现实我们持有的 由政府发行的货币 兑加密货币来买NFT 换言之,即是说加密货币的价格走势 会直接影响每一个NFT的价格 我这里也要sidecheck少少 又或者补充少少 刚刚你上述的一个网站 即是交易平台 就是OpenSea 它也是一个可以买卖和管理NFT的网站 OpenSea 现时 都暂时被供应为全球最大的NFT的买卖平台 看看它过去一个月 即是8月份的交易量 很夸张,超夸张 已经不是可以用一季拍卖行的交易额 去做对比 是34亿美金 现在画面看到 就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两款NFT 它们的底价 已经比刚刚发售的时候 已经犯了很多倍 真是刺激过过山车 其实它收益这么高 其实相对的风险应该都不少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你觉得需要担心呢? 有,其实NFT储存也是一个问题 对,当你买了一个NFT的时候 你得到的通常都是一条连结 但我们作为这一代的人都清楚知道什么是死link 即是连结死了 你的收藏品在哪里找到呢? 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储存方法 但储存的风险都难以由收藏家自行管理 始终实物我就可以放一个由机构营运的storage 而且买够保险的话 就没什么风险 但NFT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就做不到 我都很明白你刚刚所说的一些担心和风险 它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要跳出一个传统来看 单讲储存方式 已经不可以与传统或者实物的角度出发 因为其实NFT已经是虚拟世界的产物 你当以前的杂志和现在的网络 其实我觉得这条轨迹是十分相似的 没错,未来的东西我就不敢说了 但今时今日,NFT对我来说 是坚明大过真正的艺术品收藏革命 我觉得任何行业都必须尝试这个创新 但如果我现在要花一筆很大的资金 去一个收藏不同种类的NFT的话 我都会选择以实物作为目标 NFT相对来说,其实还很新的 有很多人未必真的这么了解当中的玩法 可以说还有很多谈论的地方 甚至还有很多可能性 它是一个收藏革命 还是一事兴起 现在都非常难下这个结论 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见 我们下星期见 我们下星期见